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到别人家做客也才方便 茫茫陆路镇和工作镇之间的路一直是坑坑洼洼洼弯曲曲的 下雨的时候 道路就会变得泥泞不堪 路人和车辆很容易被陷住 两个镇子的镇长找来道路工程师 说他们想修条新路 镇子上的人们都愿意出钱 因为他们太希望有一条平坦的大路了 他们举着牌子说 我们想要这样的路 测量员用仪器进行测量 这样可以保证路是直的 测量员的助手们用木桩和绳子标出路的走向 把那些凸起的地方挖掉 磕水虫加油干呐 没问题头 工人们修路要用上很多机器呢 平路机把坑坑洼洼的地推平 起重机 吊起很重的东西 推土机把土块推走 又直又平的路机终于修好了 不过还得铺上更硬实的路面 这样就不会有土块或者烂泥了 工人把大石块装进碎石机 加工成小石子 散石机再把小石子均匀地散到路机上 磊青混合机搅拌出又热又黏的磊青 磊青油喷洒车 把黏乎乎的磊青喷到小石子上 让它们粘到一起 接着工人把磊青倒进铺路机里 铺路机就会把磊青平整地铺到路面上 重重的压磊机 再把路面压得又平又坚实 石匠把石块凿成合适的形状 让它们可以紧挨着排列起来 路中央得比两边高 这样雨水就可以流到路边的排水沟了 头 我干得怎么样 安装好路灯 夜晚行车的司机就可以看清道路了 工人们在路边装上防护栏 他们插上各种交通标志牌 有些标志是提醒司机注意安全的 有些是指示道路方向的 路面化线车在路中央刷出一条线 这条线是提醒司机要在自己的车道上行驶 嗨 你们二位别聊了 赶紧把油罐埋起来 大家都想第一个在新路上开车 最后猫奶奶抢在了最前面 她的运气可真不错 诶 大家 大家都别紧 任职啊 搞定